这一家我们主要就是讲解一下关于并发插入数据 并发插入数据 它实际上指的是 在我们MySAM这种表当中 它支持我们查询和插入操作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进行 这里面这个并发实际上就是一个同时进行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并发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 它对于我们这个并发的一个设置操作 系统对于这个并发这个设置操作的话 它实际上有三个值 一个值就是当这个变量它的一个值为0的时候 这个变量就是我们concurrent insert这个变量为0的时候 它是不允许并发插入的 当我们的concurrent insert为1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支持我们这个并发操作 但是这个并发操作的一个前提是 你的数据库表当中没有删除的行 那如果你之前有三处的行的话 那这个时候这个并发插入还是不能够进行 第三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concurrent insert设置为2的时候 无论我们这个max上表当中 它是不是有三处的行 那我们都可以允许它插入一个记录 那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同时开启两个客户端 一个客户端 我们开启这个客户端 这两个客户端我们访问的都是conference数据库 那么在这个数据库上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变量 看一下这变量它的变量值 这个变量就是concurrent 这变量就是用来设置我们的一个并发操作 那么现在这个并发操作它的一个value值是water 这个water值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这个 就是我们设置为1的时候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目标值 那么现在先给它尝试给它改一下 改成我们的一个 我们先给它改成为2 改成为2的这个目的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插入的话 它实际上是永远都支持我们的并发插入的 这里面我们已经给它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 我们现在来给它加一个允许并发的一个毒的一个锁 那么local type 这个local type的话 我们还是nplus这张表 这张表的话 我们给它加一个毒的一个锁 但是我们要允许它并发插入的话 在毒的后面要加上一个local 加这个local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并发的一个一生 那么它允许它并发插入 当我们在这里面对它加入一个毒锁之后 那如果本身我自己在这里面插入数据的话 是不能够插入数据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插入empress 然后比如说是5678 我们插入这样一个用笔号5678 然后它的一个出生日期199012月1 或者是然后我们再给它加入一个名字 还有它的一个收拼日期 当我们在这里面插入的时候 它实际上现在就已经提示了 这个表已经被我的一个毒的一个锁给锁定了 那么不能够更新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插入语句放到这一块来 或在另外一个客户端当中去执行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给它执行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插入是能够插入的 在我们现在来访问一下 我们刚才插入的这个empress 现在就是我们刚才插入的是5678 这一个插入 但是我这里面在另外一个客户端插这条数据 被我当前锁定这张表 它实际上是不能够访问的 我们来访问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面 是在这里面查询的时候是查询不到我这个5678的 这里面只能查询到3065 5678它是不存在的 是因为5678它是在另外一个非锁定的这个客户端的时候 它插入的除了我们插入被读的一个锁给锁定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更新 能不能够更新 比如说我们现在更新的是empress set 我们的一个新的 等于fm随便更新个where 我们的一个imp number就等于3065 这里面我们在更新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不能够更新的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已经被这一个读的一个锁给它锁定了 一旦被我们这个读的这个锁定给锁住之后 那么在这个客户端上面 它只能够做一个查询操作 而另外一个客户端 由于我给它设定了我们的一个current insert 这样的一个变量值 它为2 就是永远能够插入 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插入 但是这个插入的这个值 它不能够被我们锁定的这一个c型给访问的到 好 现在我们再给它解锁 在我们解锁之后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当我们一旦解锁之后 我们现在是可以查询得到5678这条数据的 第二个案例的话实际上也是 如果我现在把我的 concurrent insert给设置为1 给它设置为1 给它设置为1之后 我们也对我们钢线这个插入 你来做一个操作 也首先给它锁住lock table 我们也是锁住的是nplus这张表 然后也是一个读的一个锁 然后是lock 这样才锁定之后 那么我们现在 在这张表当中我们再来做一个插入操作 我们把这个数据改成5679 569 5698 这里面我们回撤之后 这一个c型它实际上在等待了 是因为我现在我把它的一个concurrent insert给它设置为1 设置为1之后 由于这个表之前它有删除的数据 那么这里面就已经出现 表的空洞 它是不允许并发插入的 一旦我们只有在这里面 就该解锁之后 那么它才可以实现 数据的插入 lock 我们这里面只有一旦该解锁之后 那么它就可以实现的一个插入操作 这是我们关于并发插入 这个并发插入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有加了一个lock这样的一个关键证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mysam它的一个锁的一个调度 那么锁的这个调度 我们先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进程 我们再请求mysam表的读的锁的时候 同时另外一个进程也请求同一表的一个写的一个锁的一个操作 那么mysam如何处理 这个mysam的这个处理 它是认为这个写进程先获得锁 即使读请求这一个锁 它先来到 但是呢也是以这个写进程先获得这个锁 是因为mysam认为写请求比读这个请求更重要 mysam它不太适合于有大量更新操作和采用操作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会先去写这个操作 就是它会认为这个写的这个进程 先获得锁 读的这个进程的话 它会一直等到这个写的这个进程完成之后 那么它才会得到这个锁 所以一旦有大量的这个更新操作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查询操作呢 它实际上就会很难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读的一个锁 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查询操作可能永远都是补射得到 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就是我们的更新操作语句 那么它的优先级降低 它的优先级降低之后 那么这个查询操作的话 它实际上是更容易获得我们这个锁 我们来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去设置一下 set low 然后我们的一个 我们先给它设置成1 给它设置成1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优先级就降低了 包括我们insert和delete 这一操作呢 它实际上也是属于我们的一个数据更新 这个数据更新呢 它都包含在这一个变量当中 就是我们把这个变量给它设置为1 设置为1之后 那么我们读的时候 它更容易获得这一个锁 总结下我们这讲小节 我们这讲主要就是讲解了 关于一个并发插入数据 这个并发插入数据 主要的含义就是 当我们在对一张表 加一个读的锁的时候 那么允许另外一个c型 对这张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插入 但是这个数据插入了 它不能够被读的这一个锁给访问的到 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所演设的这个案例 另外就是我们 在操作这个读的锁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给这个锁给加一个进程的时候 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lock type empress这张表 我们加一个读的锁的时候 read 然后lock 我们一旦给这个表加一个读的锁的时候 那么我这里面它是没办法做一个更新操作的 就是我这里面 了解 我们再给它 操作 这里面 我们对这个表加了一个读的一个锁 加了一个读的锁之后 那么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对这个表进行一个 操作 操作的 那么更新操作呢 它实际上也是不可以实现的 直到我们把这个锁给它解除了 而这里面主要的一个设置环节就是我们的concurrent insert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控制是否允许并发插入 或者说设置在什么条件下能够进行并发操作 而这就是我们这家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家的主要 就是国家的主要 也许并发行为